院長這一次是你在我們大院最後一天的備詢啦 那其實我對你這一整年來的作為後 我很肯定就是說 你在行政院的團隊 你沒有拉幫結派啦 沒有像特定的政治勢力低頭 所以院長我在最後這十一秒鐘 我要送給陳院長一份離別的禮物 一本聖經 那外加四個字 珍重再見 我不只肯定陳建仁院長這一年的表現 其實我肯定他整個為人處事啦 陳建仁院長三個字形容 他是一位人格者啦 我那個看到他就彷彿看到一道聖光 有為有守不卑不亢啦 可以說他這一年多來 他是忍辱負重不負使命 他不負蔡總統對他的政治托付 這邊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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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嚇得 對 好像最近感冒是不是 對 不是 這次咳嗽滿久的 那個 那個 因為那個 我們 我們這工作 那個 講話 話講太多了 對 就是 資訊的時候 聖經 比較大 對 抱歉 我想先問一下早上的時候 你在質詢的時候 那個院長的時候 好像送上了一個聖經對不對 對 這是因為說你肯定他這一年的表現嗎 對 對 我不只肯定陳建仁院長這一年的表現 其實我肯定他整個為人處事 陳建仁院長三個字形容 他是一位人格者 我那個 看到他就彷彿看到一道聖光 所以我對他是 基本上都對他是很尊敬的 那尤其他在對 對宗教這一部分這麼虔誠的信仰 那他不只是信仰而已 他把他對宗教的信仰 有放逐到 他在現實社會 他為人處事 以及他對待 他應該做的政治工作 他是這樣子 用宗教出世的精神 來做入世的政治服務 那尤其他這一年多來 他在行政院長他的任內 我覺得陳院長他有為有守 不卑不亢 可以說他這一年多來 他是忍辱負重 不負使命 他不負蔡總統對他的政治托付 那這一點我覺得陳建仁院長他確確實實他做到了 他有做到了蔡總統對他的托付 那尤其這一年半大家都有看到 那陳建仁院長他不但沒有拉幫結派 他也沒有向特定的政治勢力來低頭妥協 他都沒有這麼做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最後一次他的今天最後一天的總質詢 我當然覺得對他有點依依不捨 這麼好的一位人格者 他如果留任行政院長 他確實可以幫我們國家做更多的事 但是我認為應該成全他的心願 而且他很早就打定了就是說 他認為他要跟蔡總統同進退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他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企圖心 這一點非常的好 所以我一再的稱呼他說 陳建仁院長他是一位人格者 人格者 今天韓院長有說咳嗽咳得比較嚴重 然後喝水你有沒有感覺被他暖到 對 因為 這一點是韓國醫院長他有人群會的地方 其實他從以前就這樣 他是那個饒富人情味 那而且他過去一向他與人相處都是 他這個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黨派 他喜歡交朋友 他非常的豪情四海 那因為過去我在擔任議員的時候 我有跟他交鋒過 當初我是要盡我的職責 我必須監督那個市府各局處 當然就包括北農 所以這個當然當時工作的必要 我必須強力監督他 但是除了我們在強力監督的部分 其他我們事實上 那個私下他們 我們彼此之間的這個 互相的對待 都是互相很尊重 也很珍惜說 能夠有這樣比較特殊的友情 你今天喝水這個事情 有讓你想起到2016年的喝水的畫面嗎 當時你也是說時間暫停你要喝水 那結果韓市長 當時的韓總也說他要來一杯水 那結果你那時候說流氓可以喝水 結果他就不喝了 這有讓你想到這個畫面嗎 當時沒想到 事後有朋友打來問我 他說你那一年那個是韓國瑜問你說 那個藝座我能不能喝水這樣 那今年倒過來 今年是這個一年聚會下 反而換我問韓國瑜 因為他是會議主席嘛 當然你要喝水 當然你要跟主席講一下 所以我今年 今年倒過來 是我問韓國瑜主席說 我能不能喝水 那時候確實咳嗽嗆到 所以這應驗了一句話 人在江湖 早晚要還的 早晚要還的 所以我還韓國瑜這一次是應當的 因為體制上就是這麼規定 這個在議事規則裡面 只是我比較差異的是說 我今天真的是不小心嗆到咳嗽 因為連著咳了一陣子 所以這個可能或多或少 有天意吧 就是要我把這個 這個熟視之間應該有的人情毅力 不要太緊張了 應該要還的 所以我還韓國瑜主席一次 但是就像我今天 那個他後來有說 這個我質詢的時間有點過了 所以我才說好 那我剩的11秒 我也還給韓主席韓院長 不多拿 我不多拿 那你以前有說到說 流氓一個合成 會覺得他現在還像流氓 沒有啦 這部分韓國瑜當院長 說實在話 他在主持整個院會 這個整個議事 我是覺得他是個字 重規重矩 那韓國瑜的特點就是這樣 他做什麼 像什麼 那這是對的 這也符合社會大眾 對於立法院長的期待 那這一點韓國瑜 確實他上任到現在 這兩個多月後 這一點他確實做到了 那我也希望他能夠再接再厲 那我也相信他能力上 那麼他的這個作為上 他沒有問題 我想這四年 他應該能夠做好院長這個任務 跟角色功能 如果這四年他做得好的話 您看好他未來再更上一層樓嗎 其實當然啦 其實因為 這要看他自己 有沒有那方面的雄心壯志 那就我了解到的韓國瑜 他是比較喜歡這樣子 偷得福生半日嫌能夠雲流四海 他喜歡廣交朋友 他是這樣的個性 所以我在想他可能進完了 對他分內政治工作的責任以後 我想他可能會有別的不同的看法 已經到達不同的意境了嘛 這當然我不能替他說什麼 不過就我當時我很近距離觀察到的韓國瑜 他不是那麼政治的人 也不是那麼愛這個詮釋 這個政治的這種拉幫結派鬥爭 這種他我想不是他的個性所喜歡的東西 所以我想是不是他會藉由把立法院長當好選總統 那我想他應該是這個部分是他個人的意願 在我判斷他這個意願是不會高啦 不會高